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丹 我是美樂 好,看一下我們現在在哪裡 不知道在哪裡的事情 其實我們現在人在屏東恆春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要去參加Luncher Day的活動 在屏東四重溪那邊 他們有一個新開的base 今天新開幕喔 那我們今天除了會去參加那個約起之外呢 我們還會去恆春市幾個我們喜歡吃的餐廳 有餐廳有小吃 去看看 好,走 好,我們買了一個嘴煎包在這間早點之家這裡 然後它這個是素食的 對,然後它這邊開到10點 所以要來吃的話要早一點來 但我們不要買太多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吃早午餐 它這嘴煎包小小顆的 可是你看它料 還不錯 然後它皮煎的脆脆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買這三顆呢 是30塊 對 這間叫做早點之家 它這個外皮煎的脆脆的 然後吃得到高麗菜的香味 而且它都不用加醬味道 也都很合理 那我們現在吃完水煎包 我們來到這個 迷路小綠洲 然後我們來到這裡 好像真的感覺到 迷路到一個小綠洲的感覺 那這間呢 也是在恆春這邊的一間咖啡廳 然後它有室內的位置 跟室外的味道 它這個感覺真的是好趣喔 然後迷路系列的餐廳也是很好吃 像是迷路小章魚 跟迷路小綠洲 是很好吃 那這間呢 是琳達推薦給我們 大推一定要來吃的一間早午餐店 在它影片裡面也有 坐在戶外的位置 你看這戶外的位置好漂亮喔 然後它這邊的9點到11點 也是蠻高午餐的 然後我點它這個 第一個 貓王貝果 早午餐 然後還 加配了一個巴勒咖啡 那它這邊早午餐呢 其實 來到這邊可以選擇說 你喜歡吃貝果 還是喜歡吃可頌 還是喜歡吃吐司 來去做選擇 這樣子 然後它這裡可以加點一些 像薯條啊 可頌另外加點 來了 我的 巴勒咖啡 它這上面是 跟巴勒做選擇 就是打入很多很多很多的泡泡 讓它更綿密 這樣子 我現在很喜歡吃 那一層一層的 巴勒很會早 然後咖啡香也蠻香的 我覺得很清爽 跟巴勒很搭耶 再來是我們這個貓王早午餐 欸你們都很喜歡吃這種黑皮的東西啊 但你都吃不胖為什麼 對呀花生巷然後又培根 它培根是厚的耶 就是一般人沒有辦法跟你這樣子吃 它這個呢就是有培根 香蕉 跟花生醬 哇 很白寶 它這裡呢除了賣早午餐之外 它還有賣一般正常時段的餐點 然後還有賣甜點 非常適合 如果說來到恆尊這邊呢 想要慢慢的吃個早餐 慢慢吃一餐的人來喔 那下一間我們來到這間小鬍子咖啡 它就是在恆春市區裡面 對 的某一條巷子 走 然後到後有一個外面可以做的 超難的 它這間店啊 之前在別的地方 這二月的時候搬來這邊 它現在就有比較多的點點類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之前在另外一間的時候叫做小鬍子咖啡 它是只有賣咖啡為主 然後現在還是有甜點 它除了甜點之外還有麵包類 像是菠蘿麵包啊 肉桂捲 這樣 然後還有斯康布蘭妮 它的咖啡有美式西西里拿鐵 還有奶茶 氣泡飲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坐在這個外面 很舒服 對 很舒服 然後也不會太曬 然後我們剛好遇到這個九層格盛開的時候很漂亮 它咖啡味是比較重的 很酷耶 這咖啡我可以耶 然後我點這個是伯爵茶 我覺得它茶溫的濃郁很香 然後它有烤過熱熱的 我喜歡這個 有一點軟餅乾跟公的結合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就是Luncher Club 屏東青年旅床的基地 他們今天是開幕的第一天 然後這裡就是規劃車 可以當車有休息啊 還有二樓有walking space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來參加他們的約起開幕約起活動 對 然後它這邊啊 9月30前加入會員是免費的耶 然後它這裡會員還可以有可以洗澡 然後在環島啊 很多人都會經過這條路線 然後來這邊啊可以用一些小餐點啊 然後上廁所啊洗澡啊之類的都可以 那這地方呢就是在四重七 那所以呢環島的時候 從車程要上到四重七 然後再上到售卡的話呢 就是會走過這一條 對 這裡在他們的後面這邊還有一個自行車圍修站 哇 蠻多種工具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他們的廁所 它這裡有沖澡的喔 看一下女生這邊的廁所 它這裡就是有一間沖澡淋浴的 跟一間廁所 然後還有一個大大的鏡子 再看一下它的廁所 就是一個做室的 然後來看一下它的這個沖澡的 然後它就是有一個簡單的淋浴空間 上個大可能上個月還在北歐看起床 然後上個禮拜還在阿姆機車 現在馬上就來到了我們半島 跟我們一起繞其四重七的路線 非常謝謝美樂 來陸山盛局 我要試著廁所 我要謝謝大家 我們有年紀的歌了 今天的路線呢就是從四重七的基地這邊呢 騎到牡丹水庫 然後再回頭經過基地之後呢 到海口那邊 那邊拍一下照 然後再回頭 這樣子回到基地這裡 看看在海口那邊呢 特別有看到氣氧 對 就可以看個氣氧很漂亮 拍拍照 原來是爬山行程啊 哈哈 這裡就是我們環島的時候呢 從四重七出發要去受訪的遊戲 對 剛才來了 前面那個四重七 就有很多問題可以爆啊 剛出發那個基地那邊 就有很多問題可以爆 我們上次環島的時候 就是住在那邊 上次啊 我們環島的時候 經過這邊 就覺得說 環島好像就從這邊才開始的感覺 這邊就開始就很漂亮 好 我們現在騎到牡丹水庫這裡 現在是 沒有水 真的很抱歉 最近沒有下雨 讓美樂看到乾褲的水 缺水 對對對 那你表示下次還可以再來一次 沒錯沒錯 但這邊也很漂亮 而且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牡丹水庫啊 它有一段路之後 就不讓騎車進去 所以其實騎車的車友很棒 我們可以騎上霸底 看很漂亮的景 對 那我們今天會嗎 今天不會 因為我們今天還要去海口看夕陽 我們趕時間 就不爬坡了 那就下次來 對沒錯沒錯 你好漂亮喔 你怎麼跑 真是還可以 很漂亮 你看我爬山 我們現在騎到了海口港 現在在等夕陽 夕陽好漂亮喔 很酷吧 就在長灘飯店的外面 屏東恆春這邊的夕陽真的是很美 每次看每次美很漂亮 而且跟車友一群騎車過來真的很好玩 歡樂 海口港靠西邊就是看夕陽的地方很漂亮 所以今天就想說私心想帶車友來這邊 看一下這邊的樣子 車車海風浪漫這樣 我昨天在問我車友說 來肯定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你跟Linda去就對了 他就帶你去很多秘境地方了 也是也是 真的 可以理解剛剛的Linda 而且來這裡車廚有個好處是 可以去Luncher Club那邊洗澡喔 沒錯沒錯加入會員就可以來使用我們基地的服務 超棒超棒 還可以喝咖啡 沒錯 可以喔可以喔這樣可以喔 欸這裡有人要偷物資 你在做什麼 呵呵呵 我偷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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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今天呢就因為我們真的都是非常喜歡單車的人 都有很多的航廠的經驗 但也相信很多車友都使用 這個是要跟大家分享說 你要怎麼查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還沒有接觸過單車的人 下一間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間甜多酷脆皮蚵仔煎 你看他有賣不只蚵仔煎 他有賣干貝蚵仔花枝鮮蝦 非常好吃 大推 而且老闆老闆娘很貼心啊 開店的時間是四點半到晚上九點半 老闆老闆娘覺得說 很多人是用這個時間回家 很多人是在下午的時間回家 所以就擔心我們吃不到 我就是那個要下午回去 很擔心會吃不到的那一位 謝謝 剛剛我買這個蝦仁的 然後他這裡面就很多的蝦子 來吃吃看這一間 在這邊很有名的這間蚵仔煎 嗯 脆皮的 還脆啊 放這麼久了 我覺得脆皮的比較好吃 因為我本來就是不是很喜歡一般蚵仔煎那種勾芡的 哥哥 對 這個勾芡沒有很多欸 我覺得這個我可以接受 好吃齁 嗯 覺得好吃欸 而且他一份很大欸 他的料很多欸 你看 那這間呢有一個壞消息 一個好消息 壞消息呢就是 他再過不久呢 在恆春這邊就要結束營業了 喔 要開始去哪裡 對 這就是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 要吃到的話呢 不用跑到恆春來 之後到高雄就可以吃 我以為會來台北的欸 好吃好吃 這個也算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蚵仔煎 真的欸 對但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蚵仔煎 欸你不能只挑蝦子吃啊 被我看到了 哈哈哈哈 好那最後一間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橫北路的一間波波俱樂部 對 那那間呢也是波波系列的餐廳 對 那波波系列的都蠻好吃的 對那他主要的賣就是小的飯類啊 然後拉麵 披薩 然後他還有賣調酒類 所以也蠻適合到那邊去喝個小酒 那我們這次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不會去吃到這間 那也推薦給要來不容易 東橫村這邊玩的人可以去吃喔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